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在日常的生活中 你是否常常感觉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凉的 怎么暖都暖不热 一到了刮风下雨 温度降低的天气时 骨关节也开始疼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些问题在中医上称之为B 什么是B呢 B是来自于外界的风寒湿这三种气 杂交而形成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身体的阳气不足 比较虚弱的话 一些侵入体内的风气 寒气、湿气 就会滞留在我们的关节 筋外肢体里边 这些邪气滞留在身体 就会阻碍我们的气血正常运行 从而就会引发疼痛病 所以总是觉得你的关节里 有疼痛感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体内过于阴寒 久而久之 体内的阴气无法得到阳气的推动 与运化 这时身体就无法吸收养分 如果体内的气血经验运行不畅的话 就会出现瘀阻 今夜凝聚在一起 再加上痰和瘀一起滞留在体内 阻碍经络 这些病邪就会入骨 从而就会导致身体出现 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等一些病理现象 今天给大家分享四味中药 帮你提升体内的阳气 逼走骨缝的风寒湿 这四味药材分别是 拔几天、牛膝、五夹皮、枪火 我们先来看看这拔几天 它是一味 骨肾羊、强筋骨、驱风湿的良药 其温和的性质 在骨羊的同时还不会伤及阴气 这五夹皮是一味辛苦的药材 性质温和 入肝肾经可以起到 不易肝肾活血化瘀 强筋、肩股、驱风湿的作用 对于风湿、臂痛、筋骨、微软的人群 有着不错的改善 牛膝具有足于痛筋、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 对于一些腰膝酸软和腰腿疼痛的人 有着不错的改善 羌活则是一味辛苦的药材 性质温造 不仅可以起到驱风湿的作用 还可以渗湿 对于一些风寒湿壁 骨节酸痛的人群 有着不错的改善 那以上四味药材搭配在一起 从根源上把阳气给生发出来 体内阳气充足 身体强健 一些风寒湿等邪气 自然就不敢入侵了 对于阳虚引起的一些外感风寒 风湿、关节疼痛的人群 有着不错的改善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